你好我是戴根基醫師 關於寵物大小事 你以為的真的是你以為的嗎 上回我們已經談過了貓砂盆的問題 我們今天來談談貓砂 到底我的貓要用什麼樣的貓砂 同樣的問題 很多人都為了自己的寵物 自己的貓去買貓砂 但是你真的為了你的貓去買貓砂 還是為了你自己去買的貓砂 我們知道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貓砂 豆腐砂 可以沖馬桶的 然後水晶砂 然後在礦物砂 在內地稱為棚潤土 然後或是木屑砂紙砂 等等等等 甚至有同樣的砂裡面 有加了不同的香精香料等等 這些砂到底哪一個適合我家的貓 最原始的角度上來看待 貓咪在學大小便的時候 是在35天上下 他是透過觀察其他貓咪上廁所來學的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他的父母親 他的媽媽用的砂 基本上會偏向他自己喜歡的砂 但如果你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用哪一種砂的時候 會建議你做一個叫貓砂 選擇試驗 到拿一些紙箱 把剪裁成為不同 不是不同 解裁成一樣的大小 然後七個八個 五個八個都可以 然後並排在一起 把市面上各種不同的砂 買一包來 全部倒在一個砂盆裡面 就到一種砂 然後連續記錄他一個禮拜 以上的時間來觀察 你的貓到底喜歡哪個砂 他選定了以後 這樣子你的貓 一旦喜歡這個砂 他才會一直在裡面上廁所 你不要跟我說 應該這麼說吧 很多主人會跟我說 他用這個砂用了三年半 都沒有問題 是突然發生的 所以不是貓砂的問題 那我很想告訴你的事 那你何必來問我問題呢 我告訴你的是貓砂 你為什麼不願意相信呢 我告訴你貓的想法是 我都忍你三年兩個月 又五天三個小時 我從下一秒鐘 我不打算再忍你了 所以他從那個刻開始 再也不用那個貓砂 這個時候你再後悔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還沒有出現問題的 會建議你趕緊的去做好貓砂 選擇試驗 確認你的貓到底喜歡什麼樣的砂 你可以三五好友一起聚集起來 一人買一個 然後用完後交換試驗 所以你可以省下很多的錢 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去做這樣的選擇試驗 一旦選擇完了以後 你的貓砂放在這個地方 你的貓砂會真正的喜歡去上 而不是因為我覺得我懶得慘 所以我覺得我給他哪一種可以清洗的沙 或給他那個可以丟到馬桶裡面沖 因為我不想要丟垃圾桶 我討厭這個抽味 我想馬上沖掉 那是你想要的 但是不是貓想要的 甚至有些貓 因為他收養來的流浪貓 他喜歡的其實就外面的土 我覺得你就可以去買個鏟子 自己去外面挖了吧 因為也許你做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你的貓特別喜歡 都不是外面市面上的沙 而是外面的土 所以你要去做一下選擇試驗 確認一下你的貓 到底喜歡哪一個沙 為他準備他喜歡的沙 這樣子他上洗廁所來才會開心 才不會在你家裡面 隨地的大小便 今天的內容 如果你們喜歡了 希望你們繼續給我們支持 以點贊 謝謝各位 多謝 我會討厭你